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A 這次要介紹的是 Habion Lineshop限定Figura Stander Caman Rider 5 Axel Form 與Figura Stander 假面騎士空我三角追擊者2000 這次介紹的兩隻機車不用說 作為模型騎士首次的載具 各方面來說都值得紀念 而且身為空我控 我是很樂意見到這台機車推出的 食品的表現也在預期之上 雖然說是窮人機車有點掉格啦 但這還真是個方便便宜的好東西 Figura Stander Figura Stander加速型態其實是之前的同模換色 但黑銀配色就是槽 而且這型態可是經典中的經典 何惠又爆幹帥 買了不拆或組起來玩都不錯 可惜即便PB限定有轉代理 價格還是相對偏高 買起來不是很討喜 假面騎士空我三角追擊者 內容物包含機車本體 替換的握武器手型 但沒有手甲 以及機車握把一根 這台機車在組裝上有一個點要注意 就是它的煞車線從它的這一個部分 牽到它的握把的這條線 跟它的前輪這邊有一條線 連到它的右手邊的這個握把 它的這一個線是要自己牽的 這個設計很細 但是它在說明書上面寫的時候 它的這一個牽它的後輪的一個 煞車線的時候 它的這邊寫法是你要把線流大概10公分 可是我當初在組的時候我沒有看到這一行字 所以我耍白癡以為線只需要留到這裡 就把它剪斷 但實際上你真的這麼做的話 你這條線會長度是不夠牽到它上面握把的 所以你在剪這條線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到這一段話 就是你這條線要留10公分的長度 同樣它前輪這邊說明書也有講要留12.5公分的長度 這樣它的線長度才會長到能夠前後然後最後都接到它的握把上 這一點要非常注意 平成機車裡不能變成滑板、機器人、飲料機 也不能換屁股後能飛天能滑水 就是很純粹的一台機車 卻有著能讓觀眾印象極為深刻的機車武器回 這台三角追擊者在騎士已經不太騎車的現在 在觀眾的心中存在感仍然極為強烈 而萬代模型部門的技術力我是很有信心的 但前提是他們要認真做 而這台機車有的確感覺到萬代有稍微認真 組裝簡單卻有著很紮實的機械結構 而且近完全分色與一輛遮三醜的仿電度精靈件 都把商品拉到了預期以上的水平 車頭是金色件加分最多的地方 夠量、存在感夠強 成為了這台機車入眼的第一印象 而且帥氣十足 車燈是透明件下方貼一層銀色貼紙 竟然達到了在燈光反射之下像是有開車燈的效果 這點也挺加分的 儀表板是用貼紙呈現 並且有像原作那樣下方用來開鎖的兩層機制 不過機車握柄是不能拆掉的 所以泰坦件才會給額外的獨立零件 車身車殼的形狀與比例也沒有走中 坐墊雖然說是硬的 但質感也意外的很好 不過這台的銀色部分成形色只是灰色 其實挺可惜的 如果不計血本也用仿電鍍銀零件的話 那這台機車能直接飛天 排氣管跟車頭一樣的概念都是又亮又搶眼 所以即便細節只是普通 但看起來漂亮、爽就好 引擎的機械感相當優異 但組裝很簡單 還兼顧分色 這真的就是萬代才能達到的技術 而且這內構是由三種顏色零件拼搭而成 宿主的完成度就已經很高 車內的避震是真正的彈簧 所以這台的後輪也有下壓回彈後的手感 輪胎是軟直零件 車框是仿電鍍晶超亮 然後內裡的輪圈模子也開得夠細 三種不同性質的零件組的時候非常過癮 而且胎紋與鏈條、變速等細節也都有做出來沒有偷懶 宿主就能騙人是完成品沒太大問題 不過空我要騎機車有個小問題 就是機車裡附的握武器手是沒有手甲的 而手甲必須拆除原本空我平手的手甲 其他拳頭都不行 只有平手可以 所以有點小麻煩 騎上去之後我感覺踏板有點小 擺動作的時候腳容易踩空 然後拳頭握手把握得不緊 加上Figure Residente空我本身偏軟的關節 導致明明是個很簡單的騎機車 卻意外的讓人很煩躁 東掉西掉 這點挺尷尬 獨立的握把頸棍比較像是為了接下來的泰坦空我鋪路 不是太重要但沒有不行的配件 比較的部分雖然這台機車搭配是給模型空我用的 但真骨雕擺旁邊也沒有太大的違和感完全能搭配 騎車後的比例也沒有問題 而且真骨雕比較沒有腳踏板太小的問題 所以兩邊要互相沿用是OK的 機車的可玩點 車頭是左右可以旋轉 再來輪胎也是前後都可以旋轉 再來他同樣有避震系統可以回彈 這台機車比較尷尬的地方是他的腳下 他的腳架不是像傳統玩具機車是直接往下扳就行了 他是有點類似 角度 規定好的 所以你平常收納的時候是插這樣子的角度 然後你要把它拔下來之後旋轉 才能變成可以撐在地上的角度 假面騎士Fights加速形態內容物包含本體 替換手型包含平手一對 兩個握武器手都只有右手 所有小玩具一套包含兩種手機 拳套 槍劍絕招發動器等等 透明騎士T特效一組 Figure Xstander 制式支架一組 Figure Xstander是由更早以前的Figure X6系列局部換件改出來的應該是基礎姿勢了 而這兩版的差異各位可以去看我之前介紹的比較影片 但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是當年Figure X6 其實就有兼用做成加速形態出過 只是因為當時這系列口碑不好 又是放貴貴的哈比亞拉夏普 所以知名度並不高 這版用Figure Xstander為基礎兼用出來的加速形態 已經是模型騎士第四支Figure X 但它是Axel Phone 名正天下的Axel Phone 出幾次你都得買的Axel Phone 別想逃 除了成型色有變之外 這支唯一的改動點 只有面罩換成了裡面帶顆粒的造型 而非原本Figure Xstander是一圈一圈的排列結構 而且整支變黑銀配色的好處是貼紙變少了 玩家好組 數組後的視覺效果也比普通的Figure Xstander好 這支Figure X的最大問題點在於貼紙真的多 而且都是不貼貼紙自己也其實不好上色的範疇 所以會讓人感覺很微妙 加速形態打開後的所有胸部結構都是全貼紙 但其實質感還不錯 可是腰帶上的小玩具貼了貼紙後會顯得廉價感很重 就真的是硬傷了 腳底跟加速表也是貼紙 但表現比腰帶上好一點 另外這支還有個問題是當年Figure X6萬代沒有考慮過隱藏湯口 所以相同模子直接沿用到Figure Xstander卻上了一層銀漆的零件也沒有隱藏湯口 所以修水口的時候會把銀漆也一起修掉 要自己補色 小武器一直以來都是一樣的 模子開得很細但貼上貼紙變得很尷尬 還有那永遠顏色不對的常見也一直沒改善 可摺疊有內構還能變槍的手機是這套武器最棒的設計 而這組騎士T特效多年來還是很優秀的配件 雖然不少人都有兩三個以上的才對 比較的部分先把兩支Figure Xstander做細部比較 除了頭部正面的銀色零件外其他全兼用 配色部分加速形態沒有了紅線 所以少了很多貼紙補色 當然這模子是一開始就已經把加速內構做好了 所以兩型態都能自由切換 只差在能量條的配色 三版本Fights的比較 仔細看Figure X6的寬部與腳踝 與右邊兩支Figure Xstander不一樣 這就是前後兩版本的差異 加速形態的可動 首先他的這一個肩甲想要完整的這樣翻過來 其實不是很好翻 你還不如用拆件的方式來做他的變形結構 肩膀內部是球關可動 再來有一個外拉式的球關結構 肩甲本身是獨立的零件 肩膀上台也不會被他的這一個 加速的胸甲給卡到 但在這一個蠻奇怪的地方就是他的肩膀往前的可動 不是被他的胸部卡到 是被他的這一個 上臂太粗了 所卡住 再加上他的這個球關外拉式的結構 拉出來之後他整個關節會變得過於粗暴 容易破弓 所以這支肩膀往前的可動做的其實沒有很好 有色關節但是沒有考量到關節跟造型之間的相容度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手腕是一個球關可動 但可動性沒有很好 脖子是二重球關 前 後 轉頭 扭頭 通通通不會卡 腹部同樣二重關節 前 後 轉腰 扭腰 他的這個往前彎的角度 還蠻大的 寬部是單向的前跟開 然後 下拉式的結構 平面迴旋 所以在下拉到極限的情況之下 大腿上台可以過90度 膝蓋 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也還可以左右轉動 腳踝是各種單向的複合關節 前 後 旋轉 接地 可動很高這點加分 大腿外開跟很優秀的接地 高跪姿 沒有問題 結論 空我機車會出我覺得純粹是因為他是空我 萬代會往下出其他機車的可能性不大 有也可能只是零星的推出 20個騎士還有牙種可以兼用 機車唯一能兼用的 就這台三角追機者 那這樣你就懂萬代為什麼會特別出這台車了 兼用優先 至於fights 普通版fights有的這隻都有 而且黑銀配色也是煞氣首選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紅色版這隻基本都是必買款 各位加油吧 以上就是本次fights的假面騎士fights加速形態 與假面騎士空我三角追機者2000的介紹 強烈的通知上面請點擊下方的通知網站 喜歡阿姆維東章請記得訂閱阿姆維東 阿姆維東章我們下一片段再見 掰掰 ba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